李承鹏说 我们人矿除了拥有被掠夺开发一生的优点外 还有再生下一代人矿的独特优势 并自费抚养 教育 培训 如发现下一代出现异常 会自动阻止 惩戒 只有少数不愿再当人矿 但会被矿主和其他人矿 视作放射性污染物质 孤立 放弃 粉碎 深埋 无聊或惊心动魄的一生